黃毅針對就是現在文化界的主要 因為畢竟有一點 一半在文化界一半在科技界 有很多自己反思的事情 好像這位的諮詢時間很少 然後一起來談談這樣 好 那我們開始囉 開始 OK 好 首先先請 因為剛剛唐副委員看了那個 這麼精彩的表演嘛 三分鐘就看得出來你跟科技之間 其實那個互動 人際之間的互動是很迷人的 那之前可能黃毅的經驗就是說 十年了你都一直在跟庫卡做這個互動 那我們當然也會好奇說這十年來 你對於庫卡的想像 是不是有一些轉變或是擴張 是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十年其實因為我一直都在做 跟科技有關的作品 然後第一個可能成功的案例就是 黃毅庫卡 那那個時候就有很多個不一樣 我們到世界各地巡演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觀眾啊 各地的觀眾還有 設展員以及劇院的總監 他們其實都會希望說 我可以將這個作品 做成新的發展 然後譬如說 在比於我們的 地幕劇的版本啊 他們都會希望說 既然這個作品它那麼成功 那是不是可以做成地幕劇 在同一個地方持續的演出 那我就開始去構思說 地幕劇有什麼樣的構成條件 因為它畢竟不能 然後我不用去動它沒有關係 對我都做好了 所以那個 地幕劇它的很多的條件 譬如說它必須要是 讓更多的觀眾可以進到劇場面來 它不能夠只有給 特別喜歡藝術的觀眾而已 它包含到大人小孩 然後完全不看演出的觀眾 它都要能夠進到那個劇院 它有點像是 當一個城市裡面 或很多的人們 它接觸藝術的第一步 地幕劇是很適合的 因為地幕劇它不像 我們一般的劇場演出 它只有 那一個演出的週期 就一週的演出時間而已 它是一直持續存在那裡的 像紐約、倫敦、東京 就是上海、韓國等等 很多的大城市 它其實發展到一個程度以後 地幕劇自然會出現 因為它就有一定的基礎 會需要常態性的一門活動 展覽它比較有一些可能性 是因為展覽通常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以上 甚至有展一年的 可是表明術就很可憐 它就是一週 就那麼三天一個週末 你喜歡這個作品 你想跟朋友們分享 下個禮拜它就演完了 或者是一瓶出來 是三個月的演出 就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其實在定幕劇的部分 台灣如果它有定幕劇出現的話 它就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 因為一個演出它要演這麼多場 這麼久的話 它絕對不可能只靠原班人馬來演 那這是我其實是這十年來 除了在我們的作品本身 它在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成功的案例 做一些資料的分享 或者是典範轉以外 我也很希望說 我們在產業上面可以有一個新的一步 就是在於定幕劇這一塊 否則它永遠都是國際巡演 因為我對於國際巡演 它的年產值來說 我現在一年最多只能夠承受 十到十二位的全職的夥伴 這是極限的 所以如果你看國際上很多在巡演的舞團 它大概編制就是十二人一項 所以我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所以聽起來其實 與其說你在這十年跟科技互動的過程中 對人跟科技之間的這一種舞 就是跳舞 有一些思考 還不如說其實你在這些國際巡演之中 你看到了產業的問題 你剛剛比較想是回答到這一塊 就是發現說自己的成長 跟可以帶到的人其實有所極限 那你想要回頭來說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定幕劇這樣做 那定幕劇的部分 也想請教一下黃毅 當時為什麼會想要以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就包括開咖啡館等等 我想也讓唐鳳振偉了解一下你這個表演 那定幕劇的話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黃毅庫卡這個作品 它在探討的是人和機器人 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有什麼樣子的互動或者是意義 它有點像是在探討人生存 身在這個世界上的本質是什麼 那機器人呢 因為一個是不會死的 一個是會死的 那這兩者之間被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有很多的議題可以去討論 但是這個議題它比較監測難懂一點 甚至比較成熟 所以很多的成員們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方向的 然後也很多的對於藝文的觀眾來說 他們是很喜歡我再繼續往這樣子 有點像比較深刻的 然後可能會思考很多的這個方向去 但是我自己會認為 再繼續往那邊走的話 任何的領域發展到越極致 你能夠理解的人就會越少 所以這個是一個事實 就任何的學問 然後任何的研究 你做得越遠的話 真正能夠理解的人是越少的 那它其實就會 觀眾能夠接觸到的 層面就會越來越難 就是越來越尖端 或越來越少數人可以欣賞的作品 那要如何讓更多的觀眾 可以進入到藝術呢 我就會希望能夠選擇 比較生活化的主題 所以咖啡館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因為咖啡館是很多人 他其實都會去的地方 所以咖啡館裡面有一個很可愛的機器人 一起泡咖啡 然後一起製作一些甜點啊等等的 還有包含到我們整個演出過程中 每一個人物他在這個空間裡面 都一定會很容易影響到一個角色 就是他是店長嗎 他是店員嗎 喝跳救師嗎 這些過程其實讓很多的觀眾 都可以自己去跟他的生命經驗聯繫 然後咖啡館裡面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 是有愛情嗎 或者是某一些很失落的時刻 很珍貴的時刻 都很容易去想想 所以我們目前互動到跟觀眾做視野 互動到現在其實很多的觀眾都有這樣的同感 尤其是這個作品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 我們要解決觀眾看不懂表演的問題 因為大多數的觀眾其實他不敢來看表演 就是因為我好像會看不懂 然後很多我們很喜歡藝文的人 我們想要帶我們的親友們來 其實也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不敢說他會不會喜歡 然後甚至他可能會跟我抱怨說 你又要帶我去我看不懂的表演了 我才不要咧 就我寧可去吃一頓好吃的 或者去做別的事情 我也不太願意進到劇場裡面來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讓人沮喪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會希望至少至少我有一個作品 他是比較生活化的主題 然後所有愛藝文的人 可以很放心的邀請 不論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 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看一場 我們將料理 然後還有生活化的場景 跟藝術、音樂以及科技 還包含到親子、劇場 某些內容 還有教育意義的內容 都把它整理在這個空間 而且它是一個電容區 所以你其實可以不用擔心說 他好像很快就沒有人 或者是你想要看的時候他沒有人 因為他一直都在這邊 那就成為了一個文化的風景 或者是一個 像小朋友 大人可以帶著小朋友 來這邊玩 來送音玩 然後他又可以來這邊體驗 那邊播化的藝術 我想剛剛黃莉講的那一段 可能我相信唐孟正偉也很有感覺 也好像其實你在做的事情 也有一點像是這樣 我把一些比較堅塞 也許比較生硬的東西 我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語言也好 或是很平易近人的語言也好 去說給可能平常比較難進入的人 以及柴犬也好 傳染病學 就是把大家那個傳染 或是腦波嗎 增幅嗎 這些 對 所以我想唐孟委員 是不是也可以針對剛剛黃莉講的這一些 去想一想你的 也許是分享一些你的感想也好 是你們怎麼樣看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 我剛剛看了之後 第一個想的就是說 如果有小孩看了 他就說 那我回家也要練這樣一出 因為很多時候一個人看了一個經典的表演 如果他是 比如說話劇 或甚至歌舞劇 他都還在小孩可以想像 他可以回家練 然後跟同學就可能畢業表演的那個範圍 但這個很明顯的 他有一個技術的門檻 所以如果小孩或他家長問黃莉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會怎麼說 回去用樂高也可以做到2%這樣嗎 其實這個也是我很想要跟小朋友們分享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作品裡面會訓練一些程式的邏輯 就譬如說傅卡會問小朋友們說 我現在找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可不可以幫我一起找 破解這個題目 那那個題目其實是程式邏輯的題目 但是我們把它畫成一個譬如 我們要如何去量測這隻手呢 手機可能曲線比較沒有那麼多 我們拿一個蘋果好了 我們拿一個蘋果的形狀 然後問小朋友說 顧卡現在需要去量測這個蘋果到底有多少的 它到底多大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池量 它的那個範圍啊 它的圓周 然後還有它的高度等等 但是顧卡還是覺得它好像不夠準確 那你要如何去量測呢 那你要如何去量測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出一個那個水杯 然後把它浸下去 對 然後所以買出來的水的量就會是蘋果真正的體積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我希望在現場示範給小朋友們看 然後他們就可以知道說原來有這麼多種可能性 以及他們可能會對於科學科技產生好奇 尤其他的角色是 庫卡他是一個機器人 他們對話的時候那樣子的反應是很有趣的 他們會覺得好像一個外星人 然後他會更專注的聽他到底要跟他們說什麼 可是老師不一定有這個效果 就是叫Eureka Eureka不會來 叫庫卡庫卡會來 然後所以這個是我在這個作品裡面用的一些手法 讓小朋友們對於這些事情他有興趣 然後城市化的教育是其中一個 當然我們並沒有辦法讓小朋友真的在家裡面有一個機器人 帶一台庫卡回家 對 但是他可以去變成一個目標 就像我小時候很喜歡小叮噹 但是小叮噹他真的還沒有出現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就找工業機器人 那現在最好的工業機器人就是庫卡 那我就和庫卡一起做 嗯 OK 這樣有回答到鄭偉的問題 有啊 OK 好總之就是你也希望說其實透過這個表演 讓小朋友其實他對一些科技的東西產生興趣 對 然後透過庫卡這樣子的角色 就是也融入一些所謂城市教育 跟一些基本的比如說計算等等這樣子的東西 進到表演年底 對 還包含到說有一些哲學的教育會在裡面 嗯 小朋友進來的第一題就是要跟庫卡自我介紹 嗯 他要拿我會發紙給他 就是我們會問小朋友 庫卡會問小朋友說 小朋友 庫卡想要認識你們是誰 你們可以告訴我們你們是誰嗎 然後小朋友就要在紙上畫下他自己的樣子 因為我們發現小朋友還不會寫字 所以他就會開始拿出那張紙 跟庫卡介紹他自己是誰 然後他可能會在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飾演的時候小朋友會畫他喜歡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呢 是因為我在國小的時候抽到一個 雞細菸醬的題目 那個題目只有一個字就是我 啊 有趣的題目 非常殘酷跟殘廉的題目 因為在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你抽到這個題目 你真的是愣在現場 不知道怎麼辦 題目越短越難 對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 僅次於一張空白紙片 我就坐在後面 因為十分鐘後就要上台了 我緊張到全身都在發抖 然後上台以後我就直接跟所有評審說 各位評審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黃毅 我的題目是 我 我叫做黃毅 今年幾歲 沒了 我就說 我說完了 然後我就下台 在後面大哭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介紹我自己 因為 我好像就只有這樣 我就是那個年紀而已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或者是我可能想要做什麼 那個時候就是只有學習這個 這件事情而已 然後你沒有探索你自己過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我跟我父母先講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怎麼那麼笨呢 你為什麼不講說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妹妹啊 我的家 我就說 對啊 可是那些都不是我 因為 那是你啊 那是 爸爸媽媽 妹妹 跟我的家 但問題 什麼是我 我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那件事情 就震撼我很久 然後我就一直在思考 然後我後來想到說 好 我會跳舞 我喜歡跳舞 我喜歡藝術 這個可能是我 那我就會想要把這個題目 現在早一點讓小朋友自帶 否則的話 台灣都是比較 我覺得亞洲都還是 填鴉是教育比較多 就是沒有很早期 就會讓小朋友自己去探索說 你是誰 那你喜歡什麼 你不喜歡什麼 那你未來想要成為什麼 雖然我們常常在講說 問小朋友他們的夢想 可是那些夢想 都會有一點點是 在我現在的價值觀裡面 就譬如你要當太空人啊 或者是你要當一個醫生 或者是 都是已知的 對都是已知的 可是有很多東西 其實還是沒有出現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 我從來都不知道的工作 產生出來了 那其實我就會在現場 還包含這一些哲學教育的題目 去過程中去問小朋友 然後最後一題 其實是 應該說最後要引導觀眾 小朋友們還有家長們 去想一件事情是 庫凱會問你 小朋友們說什麼是朋友 然後我會跟小朋友們分享說 庫凱也是我的朋友 意思是 我希望讓他們 現在這麼小的時候就知道 未來機器人是他們的朋友 那這個是現在 我相信他們已經會遇到 因為我已經有朋友是機器人 所以他一定會遇到更多的機器人朋友在位 然後我也會選一些書 在我們的現場做策展 所以小朋友他們可以看 譬如我選一些 像是為什麼要讀書 為什麼要工作 然後還有 這都是童書 很棒的童書 還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是像我這樣子的一隻獅子 那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思考 OK 聽起來就是 你透過庫卡 去引起小朋友的一些好奇心 然後去讓他們思考一些人生的問題 那你自己會覺得說 由庫卡去發文 跟由一個人去發文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其實人都會對陌生的東西比較在意 就是譬如我們對於文化上面 其實有所謂異國情調等特性 就當今天有一個 譬如我們都會覺得 外國的月亮好像比較遠 但事實上你真正去了解以後 它不見得是如此 可是因為你有那一層陌生的東西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去想 你會自己去美化對方他的可能性 那就是因為你對這件事情不太了解 聽不懂義大利文的時候 歌劇就比較厲害 特別浪漫 對 特別浪漫 聽得懂就還好 那我可以繼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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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坐這邊坐 不好意思 沒問題 那我現在要請張庚振偉 就是針對他剛剛講念一些 他其實很早的時候 他這個距離刺激小朋友思考一些問題 那你對他這樣子的做法 你覺得是有怎樣的想法 我覺得我剛剛聽到小叮噹三個字很親切 因為很久沒有聽到這三個字了 對 那當然我覺得小叮噹這三個字滿好的 就跟小朋友這三個字一樣 就是他是 manageable 就是對一個小小孩來講 他會覺得說他有點像我之前在VR裡面 去跟小學生跟中學生對話 那我就把我的身高降到跟他們一樣高 因為這樣我們的視線 才在同一個平面 然後我帶他們到 就是事實上是他們所在的環境的建模 所以從他們的感覺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小叮噹 小叮噹 被邀到他的空間 那他就比較不會我們說這個 沒大沒小 或者是說沒上沒上 是因為他理論上如果是在實體空間 是要仰視我的 那但是因為我縮到跟他一樣 事實上比他還要矮一點點 所以大家都聊得非常的開心 那我覺得庫卡也好 小叮噹也好 對於一個小小孩來講 都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身高事實上是比他小的 對那如果叫多拉A夢 感覺就是一個型號 事實上就不一定比他小了 不一定比他小了 對那我覺得當初那個反應 是很有深意在的 所以我聽起來就是說 他不是只是覺得說 好像是外國語言比較圓 或者是只是 大家在一個沒有Social Script 就是沒有設定好 一定要怎麼跟大人互動的情況下 可以更真誠的互動 他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那機器跟人的關係 裡面人是比機器稍微成熟一點 稍微大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對小孩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Prompte 但是這是我個人的算是 想到什麼講什麼的聯想 我不知道你本來有沒有這樣的意思 對其實因為 反而我覺得正偉還比較有人性一點 因為我想的都是比較是 剛剛講那種就是 好像人性心理學分析的感覺 不過的確我們在互動的時候 像小朋友 庫卡就問他們是誰的時候 他們會自我介紹說 我叫Momo 然後我今年幾歲 然後庫卡就會這樣打招呼 然後後來小朋友就問說 那庫卡你幾歲 然後庫卡就說他三歲 對嘛 然後他就會很開心說我也三歲 然後現場就非常的活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我沒有想過的互動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它是在跟小朋友們連結的時候 他們的想像力 還有他們能夠回答出來的問題 其實往往會比我們大人 還要再更有創感 所以等於說 做了這個定幕劇之後 其實你也對於這個機器人 他可以帶來的效果 其實你也正在了解 正在學習 他原來是可以用到這個程度 跟小朋友對他的反應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剛剛其實聊完了 黃毅跟機器之間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也來聊聊 唐鳳正偉跟機器之間的故事 因為我們這一次主要就是希望 可以以國家政府這個東西 來當作是像是黃毅的機器人這樣子 因為唐鳳正偉也是在跟國家機器人在互動 就是說小小的很可愛 小政府很可愛 小政府很可愛 好 那我想 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唐鳳正偉過去的經理 其實很豐富管 在私人企業等等 自己創業等等 那你真的就是進入到這一個大的機器 我不知道在你眼中是大機器還是小機器 小的啦 就這麼小 這麼可愛的機器 好那你自己跟他互動了之後 你有覺得說 我更認識這個機器 然後我跟他之間的互動有什麼事 我跟這個機器互動之前沒有想過 因為我自己的所學大概都是互動空間設計 社會互動設計 那它因為用程式寫出一個人跟人之間溝通 人跟人之間互動的一個空間 重點是人跟人之間 所以之前日本常常會說你是IT大臣啊什麼 那我後來都就是反射性的會糾正說 沒有IT是連結機器跟機器 那數位是連結人跟人 那數位就是很多位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位的話就不能交數位 那好那這個在日文很難翻譯 你是非常冷的一個笑話 那但是後來他們也有學會 所以是 我現在他們都是說Digital 海景就是數位大臣 那我為什麼特別提這個 就是說我覺得 政府它其實是一系列的人跟人之間 彼此之間能夠為了共同的價值 然後花一點心力 凝聚出那各自要做什麼 的這樣子一種設計 那在傳統上面就是當年只有紙的年代 或者到古希臘只有石頭的投票機的那個年代 那當然是很困難的 它的傳輸率非常的低 那我們現在用的很多系統 好比像說投票 那就是每四年每一個人上載大概三個位元吧 這樣子的傳輸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衝髮來的有機有快 是是是 那現在加上公投 但是公投每樣也是一個位元而要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這麼低的傳輸率 這麼低的解析度的時候 看任何社會上面的事情 都是非常難以彼此同理 彼此同感的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 好像對民主制度有一種很鐵不成功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政府覺得好像天高皇帝月 那或者是說我要四年或者兩年才能夠改變一個 或參與一個公共政策 但是很多時候只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比較高的傳輸率的東西存在 但是我們的事物官的體系還不習慣不熟悉去使用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就好像你剛剛講的那個很大的好像巨靈那樣子的一種機器 看起來好像很恐龍啊很大型啊等等 那原因都是因為它能夠施加在每個人身上的效果 比之我們能夠傳遞我們的想法到他的腦袋是非常不對稱的 那所以才會有那種就是龐然拘瘦的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現在的政府在我們 好比像說只要打1922 說我都拿到粉紅色口罩怎麼辦 對不對那24小時之後 就是大家都戴粉紅色口罩 突然這就不是問題了 那像這種非常nimble 就是24小時之內就會贏 那當下就會贏 而且是完整的就是去年大概1922有200萬通電話 那這個的頻寬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它就很像這個 就是你稍微一動它就跟著你動的一個小的機器 所以我不會特別把它叫做大型的國家機器這樣 所以其實正為進到這個國家 可能大家認為是大型國家機器之後 其實你覺得只要改變它一些什麼東西 它會像這個小庫卡一樣 是可以跟人這樣機師的有一些反應 是就是很小小的模組化的 然後我們叫做Iteration 就是你從一個想法到看到這個想法的實現 像在疫情指揮中心的時候是7天 因為我們是每個禮拜四 上一個新的版本的口罩實名制 那如果大家都習慣說 我有一個想法7天之後一定會實現 那你行一年來嘛對不對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把未知變成已知 那這樣大家就願意投入行李 但是如果不是7天 而是要7年才能夠實現的話 那大家都去做別的事情了 嗯 OK 好 其實這個想法非常有趣喔 那當時其實唐鳳正偉決定說我要進入這個機器 無論它大小 那你自己當時你會怎麼去想說 唐鳳進入機器這件事情 它本身有什麼意義 或者是你希望這件事情帶來什麼意義 我常常是說我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或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那這個with其實就是不是漸入啊 我有時候也會說 我是在所謂的拉格朗日典啊 那其實可能要做天文學或看鋼彈 比較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它是地球跟月球中間嘛 那在兩個中間可能成三角形 或剛好在中間 有一個地方它被兩邊的引力的拉扯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用花什麼力氣就可以停在政府跟社會部門 兩邊的中間 那一方面可以讓兩個的通信變得比較便利 很多的這種同步衛星是在這個位置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它不會被任何一個中立場抓進去 所以我不會覺得我好像進入了某個軌道 或就是進入了某個機器 我比較說在這樣子一個跟民間跟政府同的距離 或至少中立相同的這個地方 那隨時有想到一個想法覺得說 這個的創新這邊不用自己重新發明 這邊的時脈變快了 這邊也可以跟得上 那這樣的話互相傾聽達到共同的價值 這個比較是我的想像 所以我通常不會用進入這樣的說法 都是with的說法 那當然一開始大家很不習慣說 你這個領我們的納稅錢 但是說你不work for the people 不是為了人民而工作 是跟人民一起工作 讓人民之間可以彼此傾聽等等 可是因為我是就剛剛講互動空間設計 本來一個空間設計者的最好的想法就是 他已經不在了 這個空間還可以繼續發揮他的功能 而不是說他隨時都得人在那邊 才能夠發揮他的功能 嗯 OK 要請 剛剛我覺得很有趣 他有點笑 我覺得黃毅今天這個有政委已經對談 他是很希望說可以從政委這邊得到一些關於體制的一些想法 其實你剛剛提出了很多就是我們平常一般人思考體制的方法會跟政委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剛剛我講回黃毅的想法 黃毅的想法是他其實帶過兩種組織 一種是架構破碎缺乏學習能力的機構 另外一個是他的架構很完整 但是他沒有創新跟機動性 但是有學習能力 有嗎? 比較少 比較少 共同點都是都沒有什麼學習能力 沒錯 共同點都是學習能力比較弱 OK 謝謝 嗯 所以想說就是我們分享一下這一題 就是你們自己在 你自己因為感覺上是你自己在這個地方 你體驗到一種生而為人 你很難去帶來改變 因為你如果把這個題制釋落於某約機器的話 你其實你很難去改變它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這個困境給政委找到 政委可能針對這個地方也稍微提出一些想法 主要是因為像剛剛政委提到的 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政府的概念 都是他好像有點大 然後效率很低 一年才轉一次方向 四年才能換一個船長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算快了 很多的我曾經互動過的狀態是 他甚至是六七年都不會有什麼 即便一個很小的事情他都不會動 然後這件事是我很壓抑的 所以我後來就會變成是 我選擇在自己去創造一個新的環境 因為與其等事情發生不如自己創造 所以我就會後來都會自己去實踐 無論是任何不同的 譬如我認為說要製作一個作品 他應該需要的空間條件、資源條件等等的 這些都是我自己去努力的去規劃出來 然後去爭取資源 實踐出來了以後 開始有其他單位看到成果 發現的確這個方案比較容易去產出好的結果 後來就開始更進了 譬如說多年製作一個作品 每一年都用階段性呈現的方式 來做為一個有點像KPI的認證 所以KPI的這個三個英文字不會聽起來很可怕 而是你就是達到你今年原本預定的KPI 那確定好了以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再進行下一年 而不是你好像自己都沒有定一個很明確的KPI 你無法認證說你每一年是不是都有這種原本的企劃的進度去進行 所以就沒有辦法追蹤你的完成度 可是如果你自訂KPI以後 這些流程你三年要完成 你第一年要完成什麼 第二年要完成什麼 第三年完成的時候 它才能夠被每一步驟都確定好 然後每一年再用每一年需要的資源去完成它 這樣子才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企業 它不會讓你合作的單位覺得 我一次要答應你三年 這個風險很高 對 要我一次跟你合作三年 倒不如你跟我說 我先跟你合作三分之一 然後你三分之一做好了 我們再做三分之二 然後最後你三分之二也喜歡我們再完成 一起完成這件事 這樣子我這樣子做了以後 就開始有越來越多常管 然後我也認為這樣子成功很好 否則我們過去大多都會努力的 想要把三年的進度壓到一年完成 這還是運氣好 有時候要因為前面要寫計畫 後面要喉銷 所以其實只有半年 對 沒錯 所以事實上這件事情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在過去如果我沒有自己去執行這些事的話 這些事都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我往上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辦法去自己寫案子 然後自己去提案等等 但是如果我自己完成了 我自己的有點像自己的團隊的話 我自己直接跳過可能我原本的管理單位 可是我自己原本就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了 我直接和我的補助單位或者是贊助單位聯絡的時候 我可以完完全全完整的提出我的想法 然後我所有的事情都是直接聯繫得到對方的窗口 那我就不需要有另外一扇就是好像 然後那個節拍器 調律法 對 它會讓你想快演你也快不了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我們的產業 其實會需要有一些更有效率的 然後但那個效率並不一定是快 而是那個效率是可以有效的把一些事情完成的更好的方法 然後但因為現在其實台灣的大多數的表演藝術團隊 他們數位化的程度是很低的 然後我對這件事情是有一點點擔心 然後但是因為像政委 你進到我們的政府裡面去 你跟政府工作了以後 你其實可以用數位化的工具去改善我們政府的效率 那其實這件事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將你的目光轉向我們表演藝術者 幫我們看看說有哪一些部分 其實是可以透過數位工具來加速的 譬如像是還有包含不只是加速 而是用數位工具來加強我們表演藝術的某一些特質 譬如說最近我們在區塊鏈上面看到國際有一個藝術家 他的區塊鏈的認證他的作品 已經變成了另外一種新的交易模式 對 他的作品拍賣是創下了很高的歷史紀錄 對 這跟過去實體作品交易這件事情是非常不一樣 他已經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而在這之前他已經默默耕耘了15年 所以這件事情是我覺得很 這15年還是 我有點忘記幾年了 但是他耕耘了很久 然後就是每一段時間他就出產一個小小的作品 然後一直累積到現在是好幾十幾年的作品累積 然後一次進行一個整體性的拍賣 而交易的其實就是一個區塊鏈的 對嗎 對 這是一個我們在之前是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事情 但他其實又是回到一個 我們事實上在藝術品交易上其實也是在交易那個認證書 其實作品實體它說不定會被藏在博物館裡面 它不見得會被送到那個買家的家裡面去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去購買的是那個認證 主要是因為現在時間有點高 剩下20分鐘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從其實剛剛從黃毅這個問題之間 我先真理三個重點 然後我先唐鳳遠來回答這樣 第一個部分是我聽到是說 因為其實覺得這個藝術文化的產業 他對他來講不像是一個小褲卡 對他來講是一個超級巨大的褲卡 沒有很敏捷啦 對 不是很敏捷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我想唐鳳遠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對 不過我覺得像剛剛他講的小褲快跑等等的做法 在我們軟體界這邊 其實我們當時有一個所謂的敏捷宣言 其實講的是非常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重點並不是快 重點是說你的客戶隨時可以來你的創作的過程裡面 但是他也不能隨時干擾你 沒有人想要被干擾 但是在每一次迭代的時候 他有干擾那麼一次的這個權利 那但是其實就好像我們做一個網購 我也沒有說他一定要兩小時之後到我家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他過五小時六小時 隨時讓我知道說他現在正在撿貨 他現在到了哪個集貨站 他現在怎麼樣 他隨時我如果發現說 欸不對我買錯型號了 欸我想要多加一個或怎麼樣 我在過程裡面隨時可以干擾他 但是這個干擾是到下一站 下一個迭代才會生效 那這個顧客也會變得比較放心 而一個放心的顧客 才是願意花更多的心力 變成你的創作夥伴的顧客 那你的創作夥伴越多 那就像黃宜剛才說的 這等於就是你自己有介面或規則的設定權 所以我覺得當然軟體界是比較幸運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就是機器上面的時脈的限制 我們是零空建造 平空建造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想法的話一下子就擴散 但是確實我們看到 例如像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面 我們之前地方創生就是一個敏捷的一個例子 就是以前都是每年固定的月份來收案 但是他採取隨到隨身 以前都是集中到中央特定的窗口 如果他卡住就一直卡住 但是他把它分散到好比像說驅公所或者在地的青年 也就是說增加介面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迭代縮小 我覺得我們整個公共政策的體系 都因為像黃宜這樣釋出新的創新的做法 而變得全面的更敏捷 所以就等於說唐鋒正 我是肯定黃宜這樣子的嘗試 然後也許大家可以多嘗試這樣子的做法 讓這個藝文展也可以更加的理解 主要還是要多報導出來 讓大家知道 會努力會努力 第二個重點就是剛剛提到說 因為其實剛剛唐鋒正偉也提到說 其實科技界大家對於科技的運用是很熟悉 那剛剛提到一點是說 其實藝文界它跟科技界看起來好像兩個世界是很脫節的 那大家的科技化數位化支持不足的狀況之下 那唐鋒委員這邊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不過我想我們剛剛講的很多 包含什麼跟小朋友互動 那個也是科技啊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互動的技術當然也是技術 不要說別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社會技術 所以我會覺得說我們以前 可能因為台灣製造業過度強盛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只有 自然科學才是科學 工業技術才是技術 那但是我覺得我們如果要去讓數位 進入我們的文化或藝文的話 我覺得也是創作者要有一種看小叮噹 或小库卡的這樣子一種感覺 就是說科技包含 我們產業的科技跟社會技術 社會創新 它都是為我們創作者跟人群的互動 的這個社會使命而服務 那不是說我一定要去調整 到適應型的科技 不然的話總是會有那種工業線性的 什麼趕不上跟不上 輸在起跑點上 吃苦當作吃苦 我還可以繼續講下去 這些東西會出現嗎 對對對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因為數位技術就像剛才說的 它是非常malleable 它很容易被調整成你想要的樣子 所以你現在想要 就是在區塊鏈上玩迷戀嗎 那一台方就讓你能夠玩迷戀嗎 你要讓區塊鏈有拍賣的功能 那它就做一個拍賣 而不是能夠一次印很多法幣 或者相當於法幣的數位貨幣那種功能 所以因為如果你把自己的價值主張 講得很清楚 那程式嘛 要去捕捉它其實非常非常容易 那但是如果自己沒有講得清楚 去順應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你的前一代的 其實是解決別的問題的東西 其實在你這邊其實不太好用 但是可能因為自己沒有那個問說 那我是誰 我在哪裡 我要做什麼 這三個基礎問題 這個能力 那如果focus在回答這三個能力的話 我覺得我們現有的非常多的 好像公民科技啊 社會創新的朋友 是很願意用自己的時間 去投入像這樣子的藝文工作 但大家最希望的就是 那藝文創作者可以先把這三個問題 至少先分享一下這樣 OK所以剛剛正維的意思就是說 先回答的那三個問題 拋出來讓大家知道 也許這一些就是科技產業的人 他們可以對這些東西提出一些 我們一起扣為提一些東西 新的東西出來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兩世界 目前看起來離得有些遠 那我想科技產業的人 也不太清楚 藝文產業的人的狀況是否 聽起來比較像是這樣子 對啊對啊 就是如果藝文產業的 這三個關鍵問題出來的話 那其實就是一個共同價值 那有共同價值的情況下 科技界它總是一個輔助的這個概念 就好像說當時我們在做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其實重點都不是我們用什麼技術 重點是要四分之三的人拿得到口罩 而且記得大家起來會洗手 那如果達到這個就成功 不達到這個就失敗 那當時因為成然病學家們 都很清楚地講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去想的時候 就非常容易一下就收斂 但是如果他現在只是說 我們要買口罩盡可能大家都買得到 這種非常虛無飄渺的東西 那這個就發散了 而且發散不一定收得回來 就是發散超過180度就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嗯 OK 對 剛正偉講的是 科技界可能就是要把需求說出來 然後用科技去解決你的需求 那個價值說出來 但是你這個東西要講得很清楚 讓我知道說用怎樣的方法 去幫助你把這個東西做出 對 OK 那這樣 OK 沒錯 但是因為其實問出好問題 其實答案大概就會知道 怎麼去找 但是現在其實大多數 因為很多的藝文團隊 其實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他們問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會需要 有一些人從旁可以觀察得到的時候 幫他們把問題點出來 然後因為我自己可能比較容易知道 我自己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可以問出一些問題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單位都真的有辦法 譬如說他今天他還沒有某一些 譬如最基礎的會計 或者是營運的能力 或者是知識的時候 他其實問不出那個問題 他不知道他其實是在他的財務的結構上面 或者是他在營運的結構上面 是有一些缺陷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好好的運轉 那這件事情他可能會以為說是別的原因 但事實上其實是那基本的某一些技術上面的人 而不是完完全全都停留在他原本的認知 那你自己的覺得是說問問題的這一個人 應該是怎樣的角色呢 怎樣的人要來去擔當這一個問問題的角色呢 看到問題的人 因為有問題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這個是事實 就今天他有問題他絕對不會知道他出了問題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他有問題 所以他才真正成為了一個問題 如果他知道他自己有問題 他才就開始解決了 這個像人病病是一不病的那個道理 好 我都亂了我 好的 所以 好的 那就是希望說有看到問題 你的想法就是說 希望說有看到問題的人 去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沒錯 那有了問題之後 我們才靠科技有辦法去解決 進來把你這個問題去拿代謝 其實感覺是整體來說更開放的一個 各種的教育 無論是物體者 或是體溫者 或是說技術解決者 這個開放性是還沒有存在的 這個感覺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到今天 第三個被丟掉了 就是總有一些事情被捨棄 好的 還是 我們就請觀眾腦補 到底他們來沒有講出來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題 對 我們來回答一下機器跟人的界線 這個問題好了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其實 黃毅常跟機器去做互動 當然 我相信這個也是 那其實人 我們就是 這個問題可能沒有答案 可是我很喜歡距離到 所謂人跟機器之間的界線 包括說 人會想要跟機器靠近 我們追求精準 追求一些可能 比較數據化的東西 可是我們同時也會看到很多人在討論 如果機器有了人的心智這些問題 包括小叮噹 對 那 也有很多人上提出說 比如說賽波哥 我們可能現在的人 都跟機器已經是結合沒有界線了 所以我想說 兩位怎麼樣去看待 人跟機器之間的關係 是如何跟界線是如何 這樣子 人其實也是機器 然後我認為機器它是我們人類 以我們認為最完美的形象 或最理想的樣子 打造的未來的人 這是我的想像 所以未來對我來說 它應該會是 我們人類的存在 其實是為了創造機器人的 這是我的想像 所以你的想法其實很有趣 你覺得人的完美極致的版本 升級到應該是機器人的樣子 因為人類其實是有很多缺陷的 我們需要休息 我們需要吃飯 我們需要睡覺 然後我們會焦慮 我們會有很多的情緒 這其實都是缺陷 但同時也有可能是優點 所以我認為 一個完美的狀態 它或許是只剩下意識的 然後 而我們的 這一些 所謂的 動態的結構 所謂的身體 是依據我們的意識 所想要的樣子 可以變化成我們想要的身體 但是我們現在人類的缺陷 就是我們的頭腦 就是裝在我們這個身體裡面 它就是長得這麼大 它就是只有這樣 然後它每天都要睡覺 然後都要吃飯 否則它無法預作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缺陷 所以你的想法可能是 如果以演化的角度來看 星星變成人之後 人就變成機器人是這樣嗎? 我是這樣想 所以我也很期待說 哪一天我們的政府可以是被癌的 這是我很期待的事情 其實蠻驚訝聽到編舞者 大家想像那種編舞者 是很會利用自己身體 對 但是我們的身體也會老 如果有一個可以依照我們的需求 就可以增加或減少的身體 它或者擴充你想要新的功能等等 那其實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尤其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還包含到說譬如 如果今天你生下來 你身體就有缺陷了 但是我們如果 未來的世界裡 我們可以將這個缺陷改善 甚至是比他原本缺陷的身體更好 甚至比一般正常人的身體更好的時候 它其實就變成另外一種遊戲 就像我現在在對於視障者 他們在觀賞演出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設備 其實是比一般正常人還要好的 所以正常人其實會有一種 看到他們在使用 口述影像設備的時候 產生一種陷露的感覺 然後這個議題就可以注意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一直使用 視障者好可憐 他們要用口述影像設備 才能夠看演出 然後口述影像設備的品質 又不好的時候 就會就變成一件事情 是他們永遠被停在 刺等人的狀態 那其實這是不好的 我的議題操作就會變成 我讓他們的優勢是比正常人 就是所謂一般人 非視障者 對 狀態還要再更優勢 甚至好像是VIP的感覺的時候 他們覺得 他們在這個劇場裡面 沒有敵人等 那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所以你的想法就是 未來大家都會是這樣子 缺陷可以修補 或甚至是你想要發展更完美 那你大家都是機器人這樣 其實現在缺陷已經可以修補了 就是我們在努力的 只是我們的人類的技術 很多東西能夠做的程度還有限 但是我們一直都是朝這個方向 我們如果去創造出更好的 舞劇 然後更好的人意 然後更好的意志等等 甚至我們的電子眼 電子耳 它其實永遠都在努力的 會讓這件事情更 OK 那唐鳳正偉怎麼樣看他這個想法 你也是跟他是有類似的想法嗎 當然一部分確實 好比像說我們現在的疫苗 疫苗跟病毒不斷突變的狀態去跟上 那後來就發現說你跟上的方式就是 就是把病毒嗎 like literally 病毒嗎 MRMA 放到載體裡面去 那每次病毒一突變 你不是重新去測試疫苗 而就是更新病毒嗎 那更新病毒嗎 這個概念其實是我們本來身體裡面就有 就是病毒嗎 MRMA這件事情 只是我們好像要先從機器上面 好像軟體的電腦病毒 先取得這一整套訴說它的語言 然後呢之後再反過頭來 用這樣子的一開始是metaphor 就是它是一種比喻 但是等到回來這邊不是比喻 它是名譽了 因為真的是在更新疫苗的病毒嗎 那這就好像說類神經網路 我們因為機器學習 那當時風牛曼就是透過造出 我們現代的這個電腦 他透過這個的參考 去了解人腦的結構 那類神經網路我們理解到一個程度之後 完整的神經網路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概念去理解它 所以我覺得當然因為我們現在的技術 或者是甚至述說的能力都有限 所以先用一個比較小一點點的系統 像機器人 先鍛鍊大家談論這些事情的能力 那反過頭來要談論我們自己實際 human condition 就是人類的處境的時候 就多了很多概念上面的工具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一個學步車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不能直接直面人類情境 所以先去看機器人 然後這些概念工具都成熟了 我們反過來照鏡子變得比較容易 OK 人與機器的還有要八分 好 那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這個問題 我在針對剛剛黃毅這東西來衍生一下 就是他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人都是 他覺得人的譬如說 以心智來講可能是一個缺陷 我會有喜怒哀樂 我可能因為今天我心情不好 我可能沒辦法進步等等 然後到最後我們如果成為了機器人 其實我們沒有這些問題 我們也許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持續的訓練 持續的進步 那討論委員怎麼樣看這個事情 你會覺得跟他一樣覺得這是一個缺陷嗎 我想我們現在常常會說 我們有一個Digital Twin 或一個Digital Double 就是說我自己在生活當中 好像這次的訪談 那我們也同時有一個鏡頭 把我們這個討論把它錄下來 那現在我已經有超過一千小時的 這樣子的紀錄都公開在網路上 隨便大家用 那所以很快的 我現在事實上也已經變成類似像VTuber這樣的角色 就是任何人要唐鳳講什麼 甚至要唱什麼 現在都已經有些合成的方法 Localoid 那之前都還是2D的影像 就是類似換臉這樣 但是很快的就變成3D的掃描 也都會實現 大概在一兩年之內都會實現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也許我現在這個創作只是我們叫一創 等於是拋磚引玉而已 那大家以後覺得 那更適合用什麼方式表現 用什麼方式表達 那我本來就不主張校長權 我也不主張智慧財產權 我就把自己當作已經過世50年或70年 看你是哪個管轄領域的這樣子的狀態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都已經分享出去的話 本來我們的工作或者我們的生活 它所謂的不完美或者所謂的缺陷 那你就把它當作拋磚引玉 就是我們在這樣一個有限的狀態底下 但是我們所做的一切 它是能夠讓後代一定比我們創造力更強 隨便的去應用 所以我是用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來面對這個 那我們現在這一版本來就是Beta版了 這種感覺 所以你把自己現在的所有的東西 視作於Beta版 一個素材 一個素材 所以你也期待說就是這些東西 反正隨便你們用 可是你們用了之後 也許就會出現更升級版 一點點2.0 是是是 我覺得科技跟藝術的人 其實都會有一個理念 我們其實只是這個發展脈絡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我們都是承接前人的成果 然後消化以後 做出現階段我們能力極限的成果 然後將這個成果再交給下一代 這個其實是我認為藝術發展 以及科技發展很重要的觀念跟精神 否則的話 一切都只停在這邊 你什麼都不讓人家用 然後你什麼都好像不願意和人分享的時候 這個發展它就會停在你這裡 它就沒有辦法再往下 對 就你可能可以瞥見未來 但是未來就不會透過你耳真的來臨 因為沒有傳下去 你知道嗎 所以至少每個人要傳到1.01個其他的人 R只要代1 好的 所以兩位在這個部分算是有一些共識 就是希望說現在所做的東西 算是一個非常粗淺很rough的一個版本 但是我們都透過這樣子的過程中 一直不斷的去升級自己 那無論最後就是黃毅這個想像的世界會不會到來 但是我們的確是像是往這邊再靠近 嗯 OK 需要補充的地方嗎 3分鐘 3分鐘 哈哈哈 可以問問產業面的問題啊 那你比較想要問什麼 產業面的問題其實剛剛有 關於像時脈兒明節什麼的 我們多少有回答到 嗯 有什麼問題是你覺得剛剛太空真偉嗎 我覺得 因為最後的時間有限 其實有點希望可以 未來有機會可以和正偉情意 是因為我對於區塊鏈的部分 其實還沒有什麼辦法掌握 對AI還有一些 但是區塊鏈它 它是完全另外一個領域 然後我跟網友中心有合作 所以網友中心它其實也正在跟我討論說這個所謂區塊鏈的建立 我希望可以建置一個 用區塊鏈作為一種保護機制 然後甚至或認證機制的網路劇源 但是這個東西它其實也因為逼迫它的出現 然後我有在思考說 事實上好像並不一定 將你所擁有的這個作品的保有權式 呈現的這種形式 作為收藏的價值 收藏的唯一價值 就是所謂稀缺性的東西 作為藝術交易的唯一標準 因為像 因為我剛好在聽Podcast的時候 有一位Podcaster他有講到一件事 蒙娜麗莎的微笑其實放在羅浮宮裡面 它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 網路上有一大堆蒙娜麗莎的小胸 但是擁有蒙娜麗莎的只有一個人或一個單位 但他並沒有把蒙娜麗莎藏起來 所以這件事情因為它被分享了更多以後 蒙娜麗莎的價值它可以跟眾人分享以外 也加強了擁有者 它擁有這個蒙娜麗莎的意義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我在思考 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方式 去以這樣子的價值觀 建立一種新型的網路劇院 而不是好像只有訂閱制 或者是封閉式的這種形式的網路劇院 可以成立 而是某一種譬如以 交易那個擁有權的形式 然後他可能第一年是由某一個企業 他支持這一個藝術影片 他在網路上面公播 由他來支持 隔年他將這個權力交易給另外一個企業的時候 他們也一樣支持這樣子的藝文 或者是他的作品是已經過去很多年了 還是還是一個新的 或是下一個製作 或是一個新的版本等等 用這樣的形式 讓這一些支持藝文的 不論是個人或企業 他的認證是有一個具公信力 而且是在這個時代有一個特殊的一種 屬於這個時代的交易形式 它是一個區塊鏈的認證 然後它的資料是可以被檢驗的 然後它是永恆的那一種 也不一定是永恆 但是它是相較於一張紙 蓋了張簽了名 的這種過去我們常見的藝術家認證 這種標準是完全不一樣 應該說它是可以被所有人發現的 對 這是最大的不同 就是公開的展示 但是任何人買這個NFT的時候 它是按照這個藝術家 或者目前這個持有人 自己標定的這個價格 所以這是所謂的造價購買 但是如果它這個價格定的比較高 沒有人買的話 那目前的這個擁有者 它要同意說每年付一個固定的趴數 然後去講述當初的這個創作者 可以繼續做類似這個作品 那這叫造價徵稅 那所以它不但不會標的太高 因為不然它就要一直付這麼高的稅 它也不會標的太低 不然馬上就被其他人買走了 它會標在一個 以它所值得剛剛好符合 它所認知到的這個藝術品的價格 那這個價格就可以支持 它被更多的人發現 然後更多的人來做 那這個想法是 有一個叫Henry George的經濟學家 那全世界唯一把那個造價徵收 這個造價徵稅 造價收買 寫進這個平均地券條例的 就是我們民國啦 所以事實上就是 當時很多的這種想法 我覺得在現在還是很relevant 那我也很願意說 就把這些想法 那跟Vitaville Putrin也好 跟這些經濟學家也好 的一些想法 如果未來在藝術的 funding上面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的話 也很願意再約一個時間聊 謝謝 約了成功啦 好像是邀請他來約會成功這樣子 因為國網中心它是國家的單位 所以我在思考這個機制的時候 就是希望它可以打造的這樣的平台 它並不是只有台灣這個範圍 因為它是全球性的 台灣能夠產出作品的單位還是比較有限 當然 那如果要維繫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它的連續性的話 它勢必要是一個全球性 還有一些有辦法和不同的國家連結 然後讓不同的國家進到這個機制裡面去的那個平台 是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一太方現在正在做那個節能減碳能源轉型 但是還沒有轉型的時候 確實也只有像國網這樣有比較龐大的順利的單位 才能夠做自己的規則的制定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的蠻好的想法 謝謝 今天謝謝兩位很精彩 知識量很大 我們就先進行兩位的合照 那我們先把這個收一下 也是可以先做 等一下先做 謝謝 謝謝